这个女孩正趴在一个巨大的鸟蛋上哭泣 下一秒蛋壳破裂 里面竟然伸出了一只黑色的爪子 这女孩名叫小美 从小生活在一个追求温馨的家庭里 之前一家人正在拍照 一只黑色的乌鸦不请自来 闯进家中就是一轮折腾 把花瓶和水晶灯全部打碎之后 小美拿着毛巾包裹住了乌鸦 她本想把乌鸦放生 可没想到母亲直接给乌鸦咔嚓了 无奈之下 小美只能把她扔进了垃圾桶 到了晚上 小美又被乌鸦的叫声惊醒 垃圾桶里的乌鸦竟然不翼而飞了 小美追随着叫声 一路来到了森林里 果然发出叫声的 就是那只乌鸦 小美想要触碰她 结果被吓了一跳 小姑娘也失气地了 捡起石头直接给乌鸦送上了西天 把乌鸦打死以后她才发现 旁边的鸟窝里有个鸟蛋 可这乌鸦妈妈是回来看孩子的 小美顿时心生内疚 把乌鸦蛋抱回了家 决定自己孵化它 也算是圆了乌鸦死之前的遗憾了 这鸟蛋确实挺争气 第二天就长大了一圈 为了不被家人发现 小美把鸟蛋放进了玩具熊的肚子里 最近小美一直都在练体操 追求完美的母亲让小美感到窒息 而更让小美想不到的是 自己的母亲竟然和隔壁老王勾搭上了 被女儿发现奸情的母亲 丝毫不觉得羞耻 还兴奋地跟女儿讲述自己的恋爱经过 这可真是不把闺女当外人 摊上这样的吗 小美简直悲痛欲绝 听完母亲的偷情小故事 就跑到楼上抱着鸟蛋哭了起来 结果这鸟蛋吸收了泪水之后 竟然破壳了 看这里边而伸出一只黑乎乎的爪子 小美吓得躲进了衣柜里 她悄悄偷看自己究竟孵化出了什么东西 下一秒 一只巨大的鸟怪赫然出现在眼前 小美吓得色索在角落里 而那只鸟怪 竟然等着巨大的眼睛往里面窥视 吓得小美连声尖叫 听到叫声的鸟怪直接破窗而出 这个妹子正在床上睡觉 窗户口传来了诡异的声音 妹子打开窗户一看 竟然是一只骨兽如柴的鸟怪 看到鸟怪回来 小美心里更加恐惧 直到那鸟怪伸出胳膊 小美才明白 或者这鸟怪是受伤了 小美帮鸟怪拔出玻璃 包扎好伤口 这鸟怪竟然拿着小美的手 开始摸自己的头 她觉到鸟怪没有恶意后 小美决定给她洗洗澡 你还别说 这鸟怪还挺皮 挤着挤着就吐起了泡泡 经过这一次之后 小美觉得 鸟怪除了丑点 其他没毛病 于是晚上 她就让鸟怪睡在了自己的床底下 还让摇篮曲哄她睡觉 结果半夜时分 隔壁的狗一直叫 朝着小美头疼 可小美没有察觉到的是 鸟怪已经朝着狗叫的方向 悄悄走去 等第二天小美醒来的时候 被吓了一跳 鸟怪坐在身上 只勾勾地盯着她 而旁边 竟然是邻居家狗狗的尸体 看到这令人恶心的一幕 小美忍不住吐了出来 但更恶心的是 鸟怪竟然把呕吐 当成了食物 第二天小美给鸟怪买饲料时 偶遇了隔壁邻居 这女孩手里抱着寻狗启事 很显然 昨天鸟怪弄死的狗 就是她的 而且更巧合的是 这姑娘也在体操队 这意味着她和小美 只有一个能参加最后的比赛 面对母亲的劳道 小美心情很失落 而此时 鸟怪已经出现在邻居的身后 她要用自己的方式 帮小美扫除障碍 邻居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鸟怪一顿乱挠 最终毁容入院 伴随时间的推移 这鸟怪一直在进化 现在她已经化为人形 而且和小美长得极为相似 这天小美正在亲自点鸟怪制作食物 隔壁老王突然来临 吓得小美用尽全力挡门 结果老王还是成功走了进来 地下趴着的鸟怪 把老王吓了一跳 但此时的她 只是单纯地以为 是小美学习压力过大 所以表现有点反常 直到这天她推开门发现 小美竟然拿着斧子 想砍死自己的孩子 这个女孩养了一只怪物 可她不知道的是 有天这怪物会要了自己的命 小美跟随妈妈 一起来到了隔壁老王家后 第二天妈妈带着小美去上课 可是急遭坐着坐着 小美脑海里就出现了恐怖的画面 没错 她现在已经和鸟怪有了心灵感应 此时的鸟怪正提着小美的皮囊作恶 她高高举起手中的斧头 向着老王的儿子就砍了过去 幸亏老王听到动静 及时赶到 鸟怪快速跳窗户逃跑 可这件事 在老王心中已经形成了阴影 她才不相信 有什么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在她的潜意识里就认为 小美母女就是来杀人骗财的 就这样 小美母亲失去了自己的情人 灰溜溜地带着小美回了家 而鸟怪也阴魂不散地跟回了家 小美知道 自己的生活 已经被她搞得一团糟 于是强行把她关在了窗外 然后来到母亲的房间里承认错误 保证自己会成为完美女孩 得到母亲的安慰之后 小美来到浴室泡澡 而鸟怪 竟然已经藏进了她的衣柜里 更糟糕的是 母亲竟然把鸟怪当成了小美 还热心地为她梳起了头发 结果还没梳两下 头皮就被扯了下来 听到动静的小美赶来时 鸟怪正和母亲亲密拥抱着 此时的母亲彻底蒙逼了 两个一模一样的女孩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小美 无奈之下 小美说出了自己孵化鸟蛋的事情 要不怎么说 这个母亲是个狠人 直接戳出菜刀让小美杀了鸟怪 可这鸟怪是小美从小养大的 她早就和鸟怪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看到善良的小美下不去手 母亲直接拿起刀准备 帮她解决掉鸟怪 可她没想到自己的女儿竟然倾身而出 为鸟怪挡住了一刀 看着女儿倒在血泊之中 母亲忍不住嚎啕大扑 可突然 鸟怪站了起来 此时的她表情乖巧 与之前截然不同 看到这一幕的母亲 竟然露出了微笑 看来在她的心里并不是失去了女儿 而是换了一个更听话的孩子 这个结局真是忍不住让人吐槽 简直就是 就占雪潮的完美诠释啊